据中央电视台报道 中国海军新一代导弹驱逐舰长春舰入列命名授旗仪式 1月31日在浙江周山某军港举行 长春舰正式加入了海军战斗训练 在长春舰入列命名授旗仪式上 东海舰队领导宣读了长春舰命名命令 并为该舰授予军旗 随后在庄严的军歌声中 八一军旗在长春舰舰首升旗 这标志着该舰正式成为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中的重要一员 报道指出 长春舰以东北工业重镇 吉林省省会长春市命名 它是中国自行研制设计生产的新型封闭防空型导弹驱逐舰 弦号150 新中国成立之处 中国海军四大主力驱逐舰之一的103舰 就是以长春号命名的 而它所属的东海舰队末步 是我海军组建最早的水面舰艇部队之一 是一支与共和国同龄的海军王牌部队 有着人民海军种子部队的美誉 曾先后参加过解放一江山岛等七次海战 取得了七战七节的辉煌战绩 长春号在驰骋海江30多年后 于1990年退役 如今 新一代长春舰正式入列 再次开启了新的天征 以长春舰为代表的我国最新型导弹驱逐舰 被媒体和军事爱好者誉为中华神盾 而更引人关注的是 中国军方在第一时间公开了长春舰的具体参数 该舰最大长度155米 宽17米 标准排水量5700吨 晚载排水量6000多吨 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 攻击低水面舰艇 潜艇 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探索和区域防空作战